歡迎收看 麻辣同學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麻辣同學 歡迎收看 我跟妳說 現在麻辣同學 妳介紹一下我們的麻辣新娘 這老的 今天很不認識 今天這個老婆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孤 叫什麼 姚蜜 不是啦 是啦 姚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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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一開始要用台語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近是那個 台語劇的忠實粉絲 我幾乎每一台都有欣賞 我發現從裡面 我找到了不同的表演方式 我應該覺得 我應該好好學習 你還需要學習 小五哥 好謙虛喔 小五哥 那是戲劇界的至尊 對 你那句話怎麼講 只有至尊可以打敗天王 任達華 1798次 但是我跟你講 台語劇裡面 其實我們當初想說 台語劇它可能本身就是 一直演台語戲劇出身 No 錯了 裡面有許許多的偶像 甚至有歌手 甚至有模特兒 他轉型到了台語劇 一樣是大放一彩 現在的一歌一曲太多了 他們也成功的豐富了 我們台語劇的內涵 當然 所以說今天我們邀請到這四位 真的是 以青春偶像之資 進駐台語劇大放光才不得了 不得了 那有的人可能不青春 有一位 還是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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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今天你看開玩笑 你今天對面 你看三個多帥 已婚 怎麼樣 不想 不想 而且我們這邊現場 還有兩個是魅力男 魅力兩個 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這 今天 真的 謝謝 今天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們現在好好看看 看看VCR 接下來我們好好聊一聊 來 你們私下又曾發生過哪些趣事呢 太厲害了 帥單了 剛剛我們有吹牛吧 每個都是偶像 歌手啊 model啊 還有台大的畢業生 是 哪一位 德馨是台大的啊 不是政大 沒有 其實只是見你鋪一個梗 我們是要講伊正 沒有 那我順便促銷一下 對 我經常到台大去看耳鼻喉科 伊正是台大什麼系的 政治系 政治系 跟你好不搭喔 也不會啦 你不覺得他整個人就是 沒有 他說念政治啊 我爸爸也是念政治系 不過話說回來 伊大哥是從台大最高學府嘛 對不對 中華學校 然後偶像歌手 然後經歷了許許多的 國語連續劇 偶像劇 一下子到演台語劇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小小的不適應 非常不適應 怎麼說 一開始會排斥吧 應該輸啦 在 好啦 既然我是這邊算最深 應該就要提到年代的問題 是 當時是以模特兒 然後從拍電影 接唱 進入這個圈子 其實在那時候台灣的電影 還算蓬勃 對 其實那時候其實 所謂電影圈跟電視圈的人 其實還滿驚畏分明的 對 所以大部分那時候 如果說一開始在拍電影 他會覺得製作環境不太一樣 這話是你說的 我不敢說 雖然是我的OS 沒有啦 只是因為它是兩種 不太一樣的系統 這樣聽起來 你是不會講台語的 那時候是完全不會講 完全不會就進去了 那怎麼辦 所以學台語其實經歷過 很痛苦一段過程 你台語哪裡你學來的 布袋戲 霹靂布袋戲那種的布袋戲 但是它裡面好多 咬文嚼字的東西 對啊 所以那時候 可以學台語的環境 大概就是台語的新聞 還有布袋戲裡面去學 那你知道布袋戲 其實講的台語 都是滿雅聞嚼字的 而且有時候太不太上用場 對啊 沒有 所以就是說 她的講話是很官話的 所以當我們有時候 跟人家講對話 人家要走是 你要不要動 動 但你要走的時候 我先把你賣口 然後你就 賣口 賣口 這些都其實都是很 很官話的台語 然後所有跟你對信 傻眼 就有人在幹嘛 就覺得你文學抵禦很深刻 因為我們 我們在思考的模式 還是從國語的劇本來 所以有時候會從國語的台詞 直接去翻 因為台語的俚語其實很難 比如說我那時候 一開始聽到 吃五三杯 硬菜就想要白手提 聽不懂對不對 對 就是好像說 你沒有三兩三 你就想 就想一步中天 對 直接淋雨 然後讓我很困擾 在劇本上面 會有非常多的符號 對 符音符號 羅馬文字 所以象形文字都有 是演我語劇 我最早 演台灣靈異世界的晚期 還有我的 那個就是偶像劇 那個 對啊 雖然有一個偶像 站在我的背面 那個要講偶像劇 稍顯牽強一點 真的 不會啊 我們都是把它當成偶像劇 在演的 你當天幾歲的男主角 是偶像 現在還是偶像 真的嗎 那個是男主角 真的 我小時候就看小五哥演戲 都在演 來啦 快點 對啊 對啊 他是偶像劇眾外表 那本土劇 對 因為 以前我是模特兒轉戰戲劇 那個時候 我心裡就想說 好 那我現在就是去台語劇 磨練我的演技 然後 殊不知呢 轉戰之後呢 過沒兩年 就變成說偶像劇 抬頭就是要注重外表 你會不會演戲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這種包裝 反正就男女主角 高富帥嘛 對 女生就是很窮 然後什麼很漂亮之類的 可是這句話 殺生力還滿大的 他言下之意就是說 演偶像劇的人都沒有演技 沒有演技 不是 應該說 給新人很大的機會 李懿拍過偶像劇吧 拍過 那就是 從偶像劇才轉 轉本土劇 其實簡單來說 也不是說偶像劇演技不好 但是偶像劇就是說 可是還好而已 可能在那個環境 大家的程度實力差不多 導演也不會說要求到 太嚴格 是不是 不是 因為在本土劇有太多的前輩 像一哥已經 我第一次跟他拍戲的時候 一哥已經可以控制到 他眼淚可以是 右邊掉還是左邊掉 這個其實還滿厲害 而且一哥是厲害到就是 這台機器在拍他左邊 他是掉左邊的 但是在偶像劇是不可能 他以前只有劉雪華做得到 所以後來廣間說 我 一哥一哥 對啊 那李懿你這樣子講的話 那你那時候會碰到 什麼不適應嗎 本土劇的時候遇到 風凱導演 風凱導演就是 在教學上面會比較 直接的人 所以那時候 我常常被要問候我媽媽 就是 因為導演會希望你要進步 可是因為導演就是 他會加很多 很生活的台詞去修正 對啊 那我們是偶像劇過去了 就覺得 因為以前那樣的程度 所以 可能沒辦法達到導演 或是說 可能像跟前輩對戲的時候 前輩就覺得 你為什麼都沒有反應 或者說導播會覺得 你沒有反應 就是還不夠重 對 可能稍閒平淡 放在本土劇裡面 或是說你不了解機器 它要拍你的時機 然後就常常會 反應會白做 還甚至就犯了很大的大忌 就是棚內的戲 居然錄完之後 隔兩天又再重錄 是因為衣服穿錯來的表情 不是 是因為我真的 演得非常的糟糕 那你怎麼沒有消失 沒有消失 所以這時候我有一個 貴人很重要 像我在就遇到一個貴人 就是跟導演下貴就對了 不是 貴 就遇到那個 可貴的貴人 真的是本土劇的至尊 那個江國斌先生 就他真的是非常的照顧我 那你台語也是 跟布袋戲學的嗎 我沒有 我台語是因為從小 我是客家人 但是我阿公阿嬤 都逼我講台語 所以我跟阿公阿嬤 一定都講台語 但是跟爸媽講台語 一早就遇見了 你可能在本土劇大放光彩 也沒有 還是很多不適應 可是其實最 就我知道阿迪以前 就是他是跳舞的一個團體 可是他怎麼會演 K1嘛 超猛 不…Energy Energy 對不起 你們是個同事 Energy 對啊 我還以為他是5566 不是啦 是七朵畫 沒有 怎麼換演戲咧 Energy 講實在一點 因為唱片真的不景氣 那逼不得 因為有家庭要養嘛 那我只好就是轉換跑道 總算來了一個說真話 那一點我給你讚賞 真的是 這很實際 你們三個都講得很厲害 我們都沒有家庭要養 對 你是我前輩好不好 收穿了 我們今天會 共聚一堂 還不是為了房貸車貸 對啊 就是為了 可是當然會有很多不適應是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我 不是那麼喜歡演戲 而且我第一次就是有演戲的邀約 是小五哥 我們哪一齣 之前在很早以前在馬拉 又是叫找我們去拍馬拉閒事 然後你還來我們錄音室找我們 什麼時候 你們錄音室在哪裡 在三天堡還是在南京都看 在那個白金錄音室 白金錄音室 是老白金還是新白金 不要太多 你有沒有去嘛 重點你有沒有去 那個時候好像 你有來演嗎 後來就是沒有去 沒有演 沒有合作 沒有合作 我記得有沒有合作 為什麼 也不是 他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出道 然後在準備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想起來 我也跟你合作過 小五哥 我也跟你合作過 你有業績 都忘記了 不是 是現在在友台的一個電視電影 到現在還在重播 那時候就見識到 你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就立下志願以後 要像小五哥的演 小五哥是很會的舞相 很多就太厲害了 那在座就有三個人 伊政你有跟他合作過嗎 沒有 那每個人都跟你合作過 那你又不是 自尊 這四位 這四位 除了阿迪以外 阿迪他們唱歌 這三位都有 既走位的位子 根本不需要木塞 小五哥就 好準 就這裡 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是一個很環保的 一個既地位的方式 因為你放木塞 就是所謂的MAR對不對 MAR 你那個有時候會 浪的時候會帶到 然後你如果貼膠帶也會帶到 但是你個人的口水 它在一分鐘之內 就會被大地所吸收 而且你永遠會辨別你的口水 而且口水可以一直的那個 循環再利用 那木塞你要去砍樹木 這是不好的 那我請問你口水的概念 是跟那個公公那個 協助你口水定位法相信 這真的是我發明 而且小五哥 是來自於狗狗 就是我們必須要走 可能我這個 走位先走到這邊 因為姚蜜我跟你講 待會公司開會是記得 對陳德烈不能手下流行 不會 德烈你來了 歡迎他 小五哥你好 過頭 所以這兩個地位就很重要 我們這邊一轉的時候 一個是我 然後這裡的時候第一個地位 來就這樣 五四三二走過來的時候 踩到 對… 過去的時候 看一下 有一個影響 小五哥…感謝… 而且這地位很方便 而且小五哥還有更厲害的 什麼 他會在你拍情緒戲很重的時候 他居然下半身是沒穿褲子 太厲害了 沒有了 他會脫褲子給你看 但是影響你 可是他自己卻不會笑慘 沒有 我其實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小五哥其實很… 很善事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新人的時候 我拎著一個行李箱去拍戲 然後小五哥還幫我拿 他說會不會太重 你剪掉新人的時候一定很正 是不是很正 我跟妳講 真的 她的外型是這樣 但現在還是很正 現在還是很正 那時候拍台灣的一世音 她是我們的大美女 真的 真的… 那妳怎麼從來沒有師妹 對師妹這樣過 師妹她整個身形 她一個人可以拿好幾個行李箱 不用幫她吧 所以我們現在是應該回到阿迪身上 阿迪 阿迪 阿迪的不適應 剛剛講到哪裡 那不適應 剛剛阿迪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不轉型 其實真的就沒飯吃 對 最大的一個重點是 本土劇它是每天播出 所以你等於是看到今天播出有你 你口袋裡就有一集的錢 那你每天都有收入 有進賬 對 很多人演的演的都買好幾棟房子 這四位都應該都是一萬身家了吧 沒有 千萬一定有 千萬一定有 玩大富翁的時候很多房子 這有意有 我告訴你 小五到大陸回來 只是帶著房子回來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其實 八點檔真的是一個戰場 因為你演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會莫名其妙的消失 因為我曾經不小心看到那個 辦公室裡的機密 就是每一個時段 它就是有一個重點 比如說這段講什麼 是誰出現 你的收視率多高 然後長官會看那個收視表 看波段 如果你這段不好 下一段也不好 那你就會消失得莫名其妙 你可能 甚至沒有交代就不見了 我自己也拍過那個八點檔 但我覺得 我覺得最難適應是 因為偶像劇都是單機作業 但八點檔一下是鏡頭四機 我覺得那個走位 然後那個鏡位 那個超難的 妳知道劇本是熱的 妳來了之後劇本才給妳 所以妳要去喝水 妳同類戀戀 同類戀戀 是記台詞吧 因為每個人都噼哩啪啦 我那時候看莉莉的劇本 每個人都很大一段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四個機器 像偶像劇單機 所以妳要拍 妳要做反應都隨便妳做 可是四個機器 比如說妳被打巴掌的時候 妳不能馬上 馬上做那個被打巴掌的反應 妳要看到那 瞄到那個紅燈拍妳的時候 妳才能做反 所以還要延遲一下 對 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要示範一下 我要示範一下 對 位置讓我們知道一下 一般人痛就馬上就痛 對... 要延遲喔 真的嗎 真的... 等一下會打妳喔 好啦 來 真的... 妳是已經有延遲了啊 妳延遲了啊 妳已經延遲了 妳這次已經是符合逢內要求 對 妳已經符合 真的 這是... 不是說我的示範 不好意思 我再來一次 有這麼答我 對不起 這個是錯 這是換德星的 這是換德星N機的 對啊 然後什麼對不起的 再來一次來 第三次 不要這樣 很痛耶 他是說真話是不是 真的 現在仔細看 正常的 我剛剛說我的 我剛剛說我的 好 妳看這邊有四部機器 然後這一部是抓我的特色 等一下 我這邊要加入喔 他講的所謂延遲 包括我們三個人其實在旁邊 也在這場戲 我們要做的反應 OK... 我們也要做反應 還好我們今天是 這是訪談性節目 要不然我們就 因為現在這個戲 是在他們兩個當中 我們其實就是在這場戲 我四 三 二 妳跟我出軌 太過分了 妳打我 把那個拼頭給我叫出來 拼頭 就是要等他們完全反應好 事實上那個 打可能已經打了好幾秒了 等到 等到他說拼頭的時候 我要叫 我要Cue他 拼頭 然後他才能做反 那妳意思說有人跳樓了 都掉下去了 那妳還要等鏡頭拍到妳 那已經過兩秒鐘了 對 兩秒鐘他才有反應 真的... 這是所謂的 棚內多機作業的必要成 這個類格 因為不然鏡頭拍妳的時候 妳早就做掉啦 而且像比如說 我要走到 我要走到前面對不對 對 那因為有走位的問題 我就被擋住了 所以妳被擋住了對不對 所以妳自己要偷偷的移 要找飯吃 偷偷的移 對 自己要錯位 而且妳還要顧到燈光 不能被我遮到 德馨最近有考慮要開演員訓練班嗎 那妳要先報名耶 我要先報名 我很需要 謝謝 謝謝... 謝謝 德馨 有找點有優惠嗎 因為德馨姐她是主持人 對 德馨還是專心煮菜比較實質 對 所以其實當初我就是因為 沒有完全像剛剛這樣子的訓練過 然後我一開始就有一個製作單位 去找我去演 去演也是八點檔 可是是國語的八點檔 那時候雖然只是單機 可是就我單純連這種 最簡單的走位都不會 我就當場就被導演 他直接跟我說 就直接 騙喔 騙喔 他沒有問候我媽媽 他只是就是講得很... 問候你爸爸 對 他說講得很酸 他說我不管你以前有多紅 能力有多紅 但是 對我來說你是 你的戲是你 我完全看不到你敬念的態度 他講得很重 然後當場 他就一直叫我在原地你就 照你... 我剛剛講的走位就一直練 然後導演就消失了 然後隔了半個鐘頭 突然就執行就說 收工 大家收工 我說蛤 不是後面還有五六場戲也沒拍嗎 然後我就接到電話 經紀人跟我說 可能要犯腳 蛤 我就當場被犯掉 他平心而論阿滴 你恨他嗎 你不需要告訴我們他是誰 因為我知道他是誰 你恨他嗎 我感謝他 你感謝他 這是你的真心話嗎 因為後來好像兩天過後 那個導演被人家 沒有啦 沒有啦 你不要亂講 沒有... 其實我覺得會罵才是 真的是 覺得你還有救 他有幫助 你也有被罵過嗎 以你這麼俊俏的外型 精湛的演技 可愛的兩個小酒窩 本土劇可以繼續開信 其實封開導演 對我的影響也滿大的 怎麼說 他真的是每天罵我 然後有時候丟劇本 可是他還是會 希望你把這個戲演好 然後趕快進入狀況 李懿他自己下 剛剛在台後的時候跟我講 他覺得他拍了本土劇 雖然是今天一戲爆紅 名利雙收 但是覺得自己漸行漸遠 自己彷彿像孤兒一樣 自己跟自己漸行漸遠 還是人家跟你漸行漸 沒有啦 其實因為就是 早期我跟 我第一部戲是跟德烈拍的 那時候很多同期的 我們都拍偶像劇 是 李懿你那時候有看出 陳德烈不會演戲這件事嗎 沒有耶 那是說 我剛才跟我宣傳的時候 我以前很羨慕他 他同時間嘎三部戲 我為什麼會跟他那麼好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都要去 機場接他 然後我們一起去拍戲這樣 所以你說你之前有去機場伺候過 有啊 十年前的時候 他值得你這麼做 他那時候一個人嘎三部戲 但是有時候 大概也是人生最高潮到現在 我們怎麼都沒有聽過他戲有 可見那時候的戲 真的只看外表不重視演技了 我想起來了 那檔也有我 你是男主角耶 沒有... 對耶 哇塞 這只要跟他對到戲都錯了 那其實就是在要轉換環境的時候 就是說朋友都會覺得 之前的定義 或是說在我們拍偶像劇的時候 那時候會被教育就是說 可能拍本土劇 就真的會比較地地的部分 尤其是講台語吧 那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就勸你不要 甚至後來會跟 就不想跟你當朋友 就覺得說 好像跟你出去 如果不小心被拍到 或是幹嘛的話 好像是說 你是拍本土劇的 甚至我也曾經有交往過一任 女朋友也是她說 她希望我不要拍本土劇 因為她覺得 好像男朋友拍本土劇很快 現在是真的很壞 但是我覺得 經過這幾年過後我覺得 我還滿開心 我有選到拍本土劇 對啊 因為至少現在還有一個 生存的能力 然後還有就是說 可能全國很多的觀眾 從三歲到七十歲都會認識你 你們四個 基本上拍過太多那種相處劇 總有些劇情 或是哪些角色讓你覺得 好難忘 很特別的有沒有 或是哪一場戲 對 其實在本土劇演壞人 真的會滿慘的 就是說觀眾會很容易記住你 可是你要付出的代價很多 因為你總是要被整 然後像我就曾經被 全身脫的是那條內褲 關在一個透明的那種 車廂裡面 然後被一台車子這樣拖著遊街 報應懲罰最精采 本土劇反派真心酸 被丟到那個資源回收場 就真的就是懶著準備 就真的去拉了一個 那個垃圾車出來 要舞跳進去 等於我一整天 差不多12個小時我要待在裡面 要凸顯這個壞人被整個人避開 所以我還要踩到豬死 跌倒在這個整個豬圈當中 所有豬全部回到我身上 開始啃我的臉 啃我的手 這不是冷漠的情節嗎 像我就曾經被 全身脫的是那條內褲 關在一個透明的那種 車廂裡面 然後被一台車子這樣拖著遊街 在大直美麗華 這是戲裡面的劇情嗎 戲裡面的劇情 然後你還要做戲 可是所有人都在看 對 你知道那個真的很囧 很糗 可是沒辦法 你也不能說要穿衣服或是幹嘛 你就是只能真的就是 還要自己在那邊演 然後還有一次是 被丟到那個資源回收場 然後資源回收場就很臭 那他們就是現場找 可是就是說 你在現場 你要被丟到那個 大型垃圾桶裡面的時候 其實道具都會準備一些 比較乾淨的 譬如說是真的報紙啊 或者是什麼 可是那天我們的 道具非常二百五 他就準備了 就真的就是懶得準備 就真的去拉了一個 那個垃圾車出來 要我們跳進去 你有得罪他嗎 也沒有 但是就是那個時候 大家就已經在打仗的狀態 然後那場戲 大概有十頁子 等於我一整天 差不多十二個小時 我要待在裡面 那一場戲都十頁子 對… 我第一次真的就是 拍戲有發過脾氣 又那一次 就是我真的是受不了 你已經很累 前面已經三十天沒有好好睡覺 可是 你又看到那個狀況 你要在裡面待這麼久 我真的當下是 直接跟那道具說 不然你先進去好了 好 厲害 那你先進去好了 就是你希望那套歸於盡就對了 就是你如果有辦法演的話 我就演嘛 然後導演才 就是才驚覺說怎麼 他是準備真的特色 因為其實導演有時候也很忙 然後才叫他去換 然後我們才趁那個時間休息這樣 是不是還有一場你也很恐怖 你跟亮景調到高樓 我還有一場對 也是要被拍抓姦 就是整台車出動那個吊車 大概吊我 在濱海公路大概吊到十坪樓高 那個確實會 那個真的滿恐怖 所以我都交代一言 打電話說老婆能說 如果真的不想念 你真的跟老婆 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那一陣子真的是很 那你講完這麼感人的話 六月跟你說什麼 他要睡覺 他要睡覺 自己有一幕印象非常深刻 不曉得有沒有其他人 受過這樣的待遇 我是整個人被丟到豬圈裡 有豬嗎 對 真的豬 真的丟到豬圈裡面 然後編劇寫的那場戲就是說 要凸顯這個壞人被整得很厲害 所以我還要採到豬屎 跌倒在這個整個豬圈當中 然後被 所以他們在做那個豬屎的時候 當然不是用真的豬屎 他們用那個花生醬 塗一些麥粉 弄得很像豬 然後我一採 採來挖 弄得全身都是豬屎 然後我看得很開心 但你知道後來那個豬 可能是聞到那個花生醬的味道 全部來採了 我全身花生醬 但是還在拍攝 所有豬全部回到我身上 他可以啃我的臉 啃我的手 這不是人魔的情節嗎 奇怪 對 其實很可怕 因為 但是還在拍攝 你只好繼續在那邊 然後還繼續說 我一定要報仇什麼... 其實那個豬的牙 是非常粗的這樣 整個啃在臉上 我記得伊正哥 來麻辣仙斯那一集 他好像是代課老師還什麼 然後我們剛好是出海 在遊艇上 然後學生 我跟豬建橋掉到水裡 然後他是第一時間 跳到海裡面要來救我們 我記得那時候伊正哥好帥 就是 杜詩梅 你對伊正的仰慕之情 起訴完了沒有 大概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而且伊正哥聽出來演過毒販是吧 可是你的眼神就是很正派很正氣 你讓他講完杜詩梅 你剛剛要電話或要LINE 私下家一定要有可沒有 你們每一集跟女生都聊那麼開心 而且講的不是很清楚 對 我覺得他應該 示範一下 來 杜詩梅請 那個詩梅是痴心的女友 你希望男朋友 因為你們要結婚了 希望他能夠那個改過江山 但是伊正還是很堅持 對不對 他還是要甩掉你走開 好不好 其實你是愛他的 但是因為你不希望說 連累到他所以你希望 我喜歡這一段 我喜歡這一段 他還是愛我的 預備 開始 阿謙 阿謙 彈姐 彈姐 阿嬤 來 來… 點一下… 不會啦 來 點一下 點一下 阿謙 我是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到差不多的時候 要結婚啊 結婚 對啊 是怎麼要跟他結婚 不是啊 我這麼愛你 你這麼愛我 我們就一定要結婚啊 我七頭人 你覺得七頭人這樣遭遭 怎麼結婚啊 不是 我…我是… 我是你的期待啊 你是大姓嗎 我是 你講國語 你講國語啦 你講國語啦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結婚 我聽說你在外面 你也有一個藍兵 我敢是叫小吳 蛤 跟他叫出來 我跟他拖頭 我跟他拖頭 這是什麼啦 你就是小吳 我也是要點一支 對 人家都叫我文哥 你叫他小吳 咱們那個小鈴喔 那個小鈴跟我講 咱們你跟他去看電影 對 嗯… 不是要這樣說嗎 大愛…就是他們兩個大愛 他們兩個 不夠不見小的 看電影 好啦 安智 是你這眼鏡 今天你用表就對了 好啦 安智 來 你過來 現在是怎樣 老公 你過去 你… 你要… 你… 先聽怎麼說 我們體咧 我來… 我來… 很久不見 你不錯喔 好幾個上綜藝節目 可以跟主持人就是這次 對 對 這都是事情 這都是事情 我來 你來嗎 我來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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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先來你也拖 我先… 我先… 你怎麼選這名 對 你怎麼選這名 你怎麼選這名 來… 左邊 左邊 這都是事情 這都是事情 我來 你來嗎 我來 你… 你… 蛤 好啦 你打人的刺激你 沒關係 左你處理一下 好 現在是我你什麼事情 你什麼人 你說你什麼 我是他朋友的朋友 這叫這名朋友弟弟 你為什麼要這樣打名 對 他把我打 一個不夠 打第二 我告訴你大點對不對 對 對 現在事情都說出來 我一根名字 好… 我知道 他 對 就是 喔 我來 先來你也打 大點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 他什麼 中東那裡就是他叫 他叫我 他叫大小吳 你知道嗎 他叫小吳 這樣 我今天叫大小吳來 就是要跟他介紹給他 你們今天 他整部都在幫我打 這是什麼意思嗎 這件事 不要再說了 你怎麼跟他憲水 對 我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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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憲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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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左邊 走左邊 謝謝… 謝謝… 小吳哥你台語也這麼好喔 對啊 真的很好耶 我憲小吳的台語非常好 依正很厲害 他那個表情一出來的時候 就很有說服力 但是我覺得依哥 他不管任何角色 就是有他的特色在 膚淺一點 嚴格一點講是特色 膚淺一點講就是 帥 他的帥 他演什麼都帥你知道 我覺得他改天 要是演豬八戒的話 還是那種帥的豬八戒 有沒有 可惜你有沒有演過 印象深刻的 對 就是六十幾歲的阿嬤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叫我阿嬤 然後我是養雞長 養雞長的阿嬤 阿嬤 對 阿嬤 阿嬤 對啊 你這麼死人 你這麼死人 老婆 我告訴你 這我女兒 妳想打他嗎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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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燙嗎 要燙他嗎 要燙他嗎 一百萬 我告訴你 阿嬤 你如果再請問答好 我看你一次 跟你拖骨抖一遍 等一下 我 怎樣 我好虛 我也是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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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不錯 阿嬤 阿嬤 來… 跟妳 大公 你死人 你死人 真的是 在戲裡面是叫我得心 叫阿嬤 叫我阿嬤 我的媳婦 是吧 然後其實大家都 上一檔可能是演同學 大學同學 然後下一檔我突然演她婆婆 然後更要命是她生了一個小孩 於是 就走到那兒 阿嬤來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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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妳好自然 妳講阿嬤 她講這些其實不是要難忘 她是心裡不爽 她只是演阿嬤 她是心裡不爽 真的很不爽 不爽那應該是阿嬤 怎麼說 阿嬤比較精采 也不能說不爽 應該是說本土去豐富了我的人生 因為你 會說話 當壞人好處是 就是你幾乎三天都 每三天就要一跳 這是好處 跳海 好處 好處 很多耶 像淡水河我也跳過 然後跳糞坑是 印象滿深刻的是 它就是 不是真的糞坑 它就挖了一個很大的洞 然後放了一個很大的桶子 就人可以埋進去 然後就有水啊 然後 有什麼 豬腸 咖哩粉 麵粉 然後吐司 海苔 這就是盆燙 可是 還好是乾淨的食物做的 但是妳起來之後 那個咖哩味三天洗不掉 但是妳知道我那時候滾山坡 我動不動就會滾山坡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 戲裡是不是得了小腦萎縮症 為什麼 動不動走路就要跌倒或滾山坡 對 然後有一次我就滾到旁邊一堆狗屎 我想 怎麼那麼臭 然後旁邊是一堆狗屎 然後我就拜託導演說 導演我可不可以重來 因為這樣子真的是太無法演 我真的沒有辦法演下去 狗屎還好 淡水那個才可怕 因為妳下去真的是妳起不來 而且淡水的汁臭 黏住的 很臭是 不是 而且我還要 就是被打暈掉進去 然後是整個人 怕是臉是埋著汗 對 就喝了好幾口那個 可是我覺得妳那個汗好 我是泡在壁潭 他們就鼻子都覺得是很親切 壁潭泡了兩天 寒流來 那時候穿防水衣 妳在哪裡 壁潭 壁潭 而且是 其實那個是我們偷偷跑進去 因為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那個水很深 危險水域是不可以進去 可是那時候我穿了防寒衣 然後人家說吃檳榔會流汗 對 吃檳榔我會遇寒 他會得口腔癌 吃一顆不會 這是正面的交道 但是也有點遇寒的效果 一顆 然後又喝了高粱酒 然後他們又烤暖爐 但是還是沒有用 那就是口腔癌加肝癌 跳下去之後妳要假裝溺水 本來以為說已經好了 導演 OK了 導演說 再來一個好了 因為妳剛剛沒有溺水的感覺 妳要有那種幾乎溺 幾乎溺斃跟溺斃 只有一線之隔 對 而且完全沒有救生員在旁邊 妳要在碧壇拍這個妳要小心 真的很恐怖 我有一次腳差點 就這樣斷掉 因為碧壇有很多那個 有人釣魚 對 然後我有一次在拍的時候 我腳被魚線纏住 哪有魚勾呢對不對 對 然後被魚線 是不是那種不知道你在不在 然後 真的被纏住的時候 因為我平常在劇組是一個很在開玩笑 很在忍蕭尾 當我在喊說 我的腳被纏住 我腳好痛的時候 沒有人要理我 真的沒有人要 真的 我大叫說快點的時候 他們才趕快把剪刀 就是丟過來 然後還掉到水裡 趕快去剪的時候 我就去剪那個 結果我起來我這一圈都是流血 我腳踝都是流血 因為畢竟他有那個船 有那個叫什麼 雙人船 天鵝船 他勾到魚線 然後魚線就是有人在踩 就一直拉著那個魚線 然後我的腳踝就這樣 一直被越拉越緊這樣 眾口味觀眾看上影 劇情創意無極限 先被卡車撞 撞飛之後呢 然後纏到電線 撞到我的那個看板 競選看板上面 然後電死的 然後身上還有綁爆點 天啊 然後停在看板上面 然後這樣不要 本土局巴掌王 劇本上還寫說 什麼誰誰誰輪流巴 然後寫說 遲斷就是要破本土局 打巴掌紀錄 所以我明明22個巴掌 我跳過壁壇它是 因為它有些地方是深 有些是淺 那淺的地方底下是石頭 那我也是像伊正哥那種 跳水只是直接下去 然後 他工作人員找了一塊是深的 但是偏偏剛好我跳的那塊是淺 它就這麼高 我直接啪 然後我還是要潛到水裡面 我撞到頭之後 不能起來 倒也沒看卡 我只要硬蹲在裡面 然後是整個脖子起來是 就有點腦震蕩這樣 那個真的是很痛 很痛 有一次我在拍戲跟 也是天王級 陳昭榮先生兩個 在瀑布裡面拍戲 眼鏡看到那個水都很潛 是可以看到鵝卵石的你知道嗎 就演我們兩個 就是說起碼騎到這邊 然後在那邊 洗澡 洗澡 沖一下 沖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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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涼更猥褻好不好 對 兩根沖涼 不知道為什麼 一到兩個人在那邊沖涼 一到後面還在上半身 打四個沖涼 那周榮看看我 我也看看他 他說 你的胸膛很厚實 沒有 他說 小五 我們應該想要沖涼 我不知道 可能是 就是趕路趕到這邊沖涼 然後突然說 陳昭榮再往裡面 到那個瀑布那邊這樣 然後露出他的胸肌 然後小五你就回頭看他 你為什麼要回頭看他 兩個男人一起以後 他在我後面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這樣回頭 這樣看一下 這什麼畫面 你們那部戲是為了支持 多元成家而拍的嗎 還是鄧壁山去演 然後那真的找一個瀑布 真的找一個瀑布 第一次試 第二次試 那水真的很冷 已經是十月天的那個 十月天的恆墊 真的很冷你知道嗎 回過頭 再第三次回頭的時候 他人不見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那瀑布的水是 十緩十幾你知道 導演一定要讓他瀑布 流到他的胸膛 他就一直在找那瀑布 頭在 砰 陷下去了 放下去了 找不到了 因為你看見的未必是那麼平坦 他下面有個就是 被長年沖了一千多年的水坑上 突然就一個坑了 跟你跟你跟你 來...這邊有水 這邊有... 砰 好慘 這樣我就回頭就看不到他 我想說他應該是在跟我玩花樣吧 他待會兒應該會再從水裡面這樣 冒出來你知道 結果 這個起不來吧 結果大概過了十秒鐘 快快 他人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過去 然後這差別就是很大 所以說拍水戲 其實是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吊鋼絲也很危險 像你們有沒有死過最特別的死法 你那太經典了 沒有人太過 最特別的死法 你那個死法是怎麼樣 你那個死法 我那個死法是 先被卡車撞 撞飛之後呢 然後纏到電線 然後因為我上一檔戲是炎立委 然後我是被撞到我的那個看板 競選看板上面 然後電死了 那超難演 天啊 這是決定中結戰吧 死法起死我就對了 然後電死 然後全身還要畫那種被 就是真的那種燒上窗 焦黑的樣子 然後身上還要綁爆點 然後塞在看板上面 然後這樣死掉 翻土俱賣的就是壞人 然後最終得到報應 那段時間的收拾都會超級強 但是那種報應都太極端了 那個報應比那個十八層地獄裡面 那些處罰 有時候都還滿嚴重 因為現在觀眾胃口被養到 對 所以你變成各種整人的手段 或者死法 都真的是越來越光怪入禮了 而且你還沒死之前 中間就要有一個小報應 像我之前的報應就是 小報應 對 真的...不定時也要有些報應 就是有一群人排隊 然後我站在那邊 然後被打巴掌 就這個講完之後 就打我一巴掌 然後另外一個說 我要替誰打你 然後就會繼續打 一路保持者在這裡 什麼意思 本土劇的巴掌 本土劇巴掌人 為什麼 一場中間被22個巴掌 你是打人還是被打 被人家打 我大概15個沒有辦法碰你氣 就是真的就是 叫做本土劇 而且劇本上還寫說 什麼誰誰誰輪流巴 然後寫說此段就是要 還有明明22個巴掌 直接告訴你就對了 對... 那這紀錄後面還有人破掉嗎 目前是還沒破 目前還沒破 那他真的紀錄保持 裡面有兩巴掌是我的 對 是真的巴掌嗎 其實在那個情緒有時候 真的不小心被打到 你也不會想要喊卡 對 其實那是正常的 就會真的在那個情緒裡 而且希望是真的 只要一次OK就好 如果是真的 對... 你們會擔心 會有那種所謂的那種 被定型嗎 台客台妹定型的感覺嗎 對 怎麼才知道 那話裡的含義了 講了半天終於知道 他的問題所在的 就是怕被定型嗎 怕被定型 畢哥他看著你啊 剛剛小益有稍微提過 的確會 我覺得這是觀眾群不一樣 因為大部分 看本土劇的年齡層 可能真的是比較高一點 對 所以其實他不是廣告族群 就像以前我們 演國藝術劇的時候 經常可以受邀一些 時尚的場合 甚至有一些服裝的贊助商 他都很願意贊助你 因為你可以把他們衣服的質感 亮度都呈現出來 對 但因為他演本主劇的時候 第一個 可能是拍攝時間 每天拍每天播 二則就是 裡面的造型真的沒有那麼亮 所以你的很多贊助商不贊助 所以包括你很多廣告都借不到 像我以前拍過冰箱廣告 冰箱廣告是很大的廣告商 對啊 反正演本土劇之後 什麼廣告都沒了 就拍本土冰箱廣告 什麼叫本土冰箱廣告 這只是衣服 可以揭冰櫃的 但是EGO我還好耶 就像一哥講就是說 現在的本土劇比較 也是生活一點 但是就是說可能只是 在語言上面講台語 對 其實很多時候像我們 我跟阿迪 這個年紀的角色 其實很多時候衣服還是我們自己穿 所以像我自己是非常愛漂亮的人 我就會去 看譬如說現在可能 流行什麼的穿著 然後我一樣 就我一樣還是有活動 然後還是就是開始 目前有廣告代言 只是唯一 那李懿到底這樣分析 那依正哥是出了什麼問題 也不是 就是說可能在那個環境上面 依哥講的可能是比較在前期一點 還沒有 對啦 憲哥粉組去剛剛講 已經非常符合現實了 這段依正在捲袖子 穿越劇 你真的有那麼多壞人 你都沒有讓人家對你 會有做出一些什麼 一些不好的東西 多的咧 多的咧 寄那個什麼 排泄物的 是啊 寄排泄物 對 寄排泄物 直接寄到電視台 然後寄那種恐嚇性 說什麼你 你在走出那個電視台大門 我就準備派狙擊手 把你幹掉 他派狙擊手 對 他應該也是正戰 我不曉得他是一個小朋友 你知道他狙擊手寫什麼嗎 寫白癡的 不是 他故意寫得有點像小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 是不是真的一個小朋友 情緒受影響 那萬一寫屈擊手就知道了 他寫一個居家的居 居擊手 我看他這個 我也不曉得該笑還是該哭 是故意寫錯 還是幹嘛我就寫一個居擊手 這樣我看他就覺得滿好玩的 後來也不以為意 然後最覺得很毛的一次是 他寄那個指甲 毛 寄指甲 不是寄毛 不是寄毛 我知道 我知道有其他的東西 真的寄得很怪怪的 那種毛 私密處的毛 我是寄那個指甲有沒有 然後裡面附一張符 感覺好像他給你下降頭那種感覺 真的 讓你感覺是非常不舒服 這段時候我跟他演 他是我岳父 然後他連要買一個麵線請我吃 那個老闆都不賣他 因為老闆就說你要 買一些壞人 買一些東西到這裡 那時候他戲裡面是我的女婿 然後說 我今晚是要給那個 他戲裡面叫楊智遠 楊智遠 不要 我不要賣他 你不要買給他吃 我不要給他 不賣 或者我其實現在 因為拍了本土劇 開始比較多人認識之後 有一些困擾 就是其實我現在不大敢逛夜市 我以前住在逛夜市 然後我也不大能去熱炒店 我其實也很愛吃熱炒店 有些人喝醉了 我就曾經真的就是 在演壞人的時候 你去吃熱炒 隔壁桌的看到是你 入戲太深了 他要過來進場 那你不想喝 你運氣好就是遇到那種好 那你不喝就不要喝沒關係 可是遇到那種 真的就有遇過那種 怎麼樣你不喝是不是 大排是不是 你真的以為你 那你要跟他吵架 還是說不吵架 這個都會很奇怪 逛夜市 你可能第一攤被認出來之後 開始拍照之後 你大概到最後一攤 都大概是一直要拍照 或什麼 你沒有辦法好好吃東西 這就是所謂的成名的代價 我覺得這是比較 比較會影響 對本土劇演員影響比較大 他演好人就還好 演壞人他走那一段 好人這就滿好處 會收到很多的領域 可是在本土劇 有一個很奇怪的定律 就是好人其實戲不多 然後壞人的戲就會有很多 是 壞一千年 很奇怪 回想起來好像也沒有幾個好人 真正大紅的 反而受矚目都是壞人 都是壞我 他們剛剛講的是 就是在外面 那我是反而是在自己家裡 受到影響最大的是 因為嘎嘻嘎太凶 我是連休息的時候光看電視 看那個字幕會自動腦子裡面 翻成台語 翻成台語 習慣性的 習慣性連看包裝雜誌就 就莫名其妙唸出來是唸台語 反而不是國語這樣子 你老婆會不會覺得說 你演完戲回家 看他也是兇的 會啊 那個黃鐙輝你知道嗎 黃鐙輝不是壞人演多了嗎 他回去他那個眼神改不掉 他老婆只是說 鐙輝 你怎麼沒有幫我買臭豆腐回來 黃鐙輝 不行 他老婆說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我只是問你說 怎麼叫你買臭豆腐 你怎麼沒買回來 變說那個眼神改不掉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回家對芽芽的時候 會不會突然間 我就是這樣子 不會 你打開 我回來了 對啊 潘若婷你在家呢 好不好動起來... 不要動起來 我回來了 職業病 對啊 其實我覺得也不不去 最好的就是增加收入 然後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那至於呢 至於剛剛三位講的 這個辨識度的問題呢 這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剛剛講 我演那個老阿嬤 然後大家有時候看我就覺得 那個很面熟 然後都不敢跟我講 因為他覺得我會生氣 我說你很像那個某某台 然後演那個什麼角色 可是你可能會不開心 因為他年紀很大 然後我這時候就不知道 該承認還是該否認 所以他這好人演的戲都是比較 劇情都比較短 比較少 壞人劇都比較少 他們都記 他們都記得比較少 沒有人家的意思說 他演的這些戲 每天都有很多的收入 就是他對這個演戲 本身並不是很愛好 就是要賺錢而已 對 現在小五哥 你都說 你怎麼都畫得好特別 奇怪 對 你必須要聽說 他畫你的含顏 我們在座幾個都是 上億身家的人 人家今天抽空來 還好是上綜藝節目 今天拍戲找他們話 人家一秒鐘幾萬上下的 再次感謝各位來到 麻辣同學會 謝謝 謝謝 謝謝